三二一请接牌 高仁爱失智日照中心 财犯法人切夫之爱社会福利慈善事业基金会 副社彰化县私立高仁爱学院社区市长期照顾服务机构 是一所失智长照服务机构的小规模多机能日照中心 7日举行接牌仪式见证彰化县失智整合服务迈向新的里程碑 在这边本来是我们的卫生所 我们也整合了不老健身房 那上面呢现在提供给我们的这个切夫之爱的这个高仁爱的学院 来做这个我们的这个失智的一个这个长照 那在这边我们长辈可以得到最专业的一个照顾 那也可以让我们的家属能够有一点喘息 你会可以把他日时送来吃 然后晚上接到去处理享受天伦 那我想在这样的一个照顾之下 对于可以延缓我们这个失智的长辈他们的这个时间性 然后在这边他们可以收到更专业的一个照顾 那这对家属也好 对这个长辈也好 甚至对于政府部门也好 都是这个可以说是多盈的一个状况 所以我在这边再次的谢谢我们张基切夫之爱 他们的一个这个用心 我们为了延缓失智 我们特别有个这个早期的介入 那特别我们会强调这个医疗他们要结合 要强调有医师 有护理师 还有营养师 还有副健师 还有社福的专师 这个五师一起照顾 所以我们今天这里有一个就是不老健身房 它就结合五师 让我们的这个失智的患者 能够延缓他的失智 那减少家庭跟社会的负担 那这个才是让我们台湾 变成一个非常健康的一个大国 往前迈进的一个最好的方法 也是我们一届要一起努力的 高仁爱学院位于浦新乡卫生所三楼 为失智家庭提供日间照顾 居家服务 喘息服务 及其他整合性长照服务 楼下就是不老健身房 让西据点与失智长照服务 无缝结合 成为彰化县第一家 整合失智日照 及老人健康促进卫生所 很好的 这些文童这些很好的 也有上梯买 也有凹下去 也有凹下去 这么多方法 机力训练是减少这些风险的不恶法门 所以我们在卫生所里面 把这个机力训练的一个不老健身房的服务 结合到门诊 结合到西据点 所以以后呢 社区的老人 不管你是失能需要帮忙 你失智需要照顾 或是你希望让自己更健康 肌力更好 你都可以来到卫生所 就可以得到一个完整整合性的服务 配合中央长照计划 推动设置一厢证一日照中心 浦新乡高仁爱学院成立后 彰化县设置数已达20家 未来将持续透过政府力量及民间资源的投入 加速部件全县各乡镇均设立日间照顾中心 营造彰化县成为长照友善程序 公益频道许为珍 浦新采访报导